我碰到了一个难题 我回家的时候 在社区里遇到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猫 喵喵地叫着过来蹭我的腿 随便我摸 难题是 我为了它一点猫粮 结果它一路跟着我 跟到了我家门口 大喵现在堵着门不让它进来 两只猫在门口吵了起来 现在整个房子都是喵喵喵喵 我该怎么办 虽然我也很想带它进来 但是要收养一只流浪猫 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小猫来说也是这样 我经常出门 还有很重要的使命 总有一天会回到原来的世界 不确定自己可以一直照顾它 所以我不能收养它 这是个好办法 但是在找到领养人之前 也得想办法安置一下小猫 因为毛茸茸的真的很可爱 被它们盯着的时候 感觉心都要融化了 我也是 手机里存了好多可爱的宠物图 你看 还有刚才拍的小猫的图 嗯 你喜欢哪一种小动物啊 你喜欢哪一种小动物啊 猫咪真的很可爱呢 特别是小奶猫 可爱啊 在它小的时候 吃五花肉会发出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很好玩哦 啊 是啊 差点忘了 但我刚来到这个社区 也不太认识其他邻居 做个猫窝 好像可以呢 等有人领养小猫之后 社区里其他的猫咪也可以住在里面 下雨也不怕了 那我们赶快去做猫窝吧 不过 猫窝要怎么做 你好厉害 连猫窝都会做 嗯 先画好猫窝设计图 然后按照设计图 剪裁后纸板或者木板 拼接 和设计衣服差不多 嗯 更何况还有你帮我呢 因为这里空空的 感觉加个门牌会比较好看吧 是啊 嗯 好像可以 感觉很可爱 那就这样定了 小咪的家做好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咪吧 对了 过段时间 我们还要一起去云端旅行 把猫窝做得坚固一点吧 这样就没问题了